大家好 最近的一些新闻表明中国的各种阶层 从最底层到最高层 在中共的这种目前的折腾底下 已经每一个阶层都有点名不聊声了 我今天就聊一下这些相关的新闻 最底层 最底层的代表 当然是打工才打工妹了 那富士康的 郑州富士康的这件事 就是一个最生动的反应 富士康的工人 因为疫情的原因 疫情引发的恐慌 逃亡之后 就纷纷的离开了 他们离开的非常彻底 因为有照片流出来显示 这些离开的员工的宿舍里面 还有非常多的行李 这些行李非但没有 非但没有拿给交还回去 非但没有 厂方或者是 或者说政府负责任的 联系这些工人 在把这些 毕竟是财产 非但没有把它返还给个人 因为他们逃亡的特别 紧急显示出 他们居然就像清垃圾一样的 把它全部清掉了 而且因为逃亡的人太多了 那些垃圾可以说堆积成山 以及堆积的那些各种物品 已经覆盖到第二层了 就是楼房之间的空档 全部变成垃圾厂了 他们将会有垃圾心理公司 把它全部清理掉 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 这些工人显然是不回来了 因为富士康开出了比亚优厚的条件 想吸引他们回来 他们也没回来 而直接关系到苹果的 关系到苹果的生产 所以现在苹果在 因为郑州富士康的这种运赚不良 遇到这么大的问题之后 富士康在印度 把它的苹果生产线扩了4倍 把它的苹果生产的 本地招工人数扩了4倍 我们可以看到 你中国失去的就是印度获得的 而这个时候的郑州就慌了 因为郑州富士康对整个河南来说极为关键 甚至对中国来说都非常关键 所以这个时候郑州政府就出面了 还有个紧接的新闻就是政府要求 河南的各个村镇 村镇政府 开始着手帮助富士康招工 他们要把富士康走的人 再把它补回来 他现在居然到了这种招工一点上抓壮丁了 居然要求各个村 据说每个村都要求至少能招一个上去 也就是说下达到了就是最底层了 那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了 那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 这不就是纯粹的 因为富士康的 因为富士康的生意是很稳定的 这是苹果的订单啊 那纯粹的是清零之祸 就是说习近平的清零 不光是给中国损失了无重多的明治明膏 还把他们拿得稳稳的生意都给糟蹋了 那他带来损失 如果郑州或者河南要去找损失 或者甚至中共高层要找损失 那你们只能找习近平要这个损失 因为这是他的清零政策带来的 拜清零政策所赐 当然了中国底层所遭受的苦难 还不光是这个 我们看到最新的 尽管中共出了20条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减轻了 这个清零力度的政策 我上一个视频说了 他是朝着正确方向走了一步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落实离真正的 因为清零政策叫做击重难返 你要落实这20条 第一个有时间有个过程 还有底下的政府能不能够你按量 按照足够的力度来落实 都很多问题 即使如此了 也有点来不及了 中国因为长期的清零造成的各种灾难 现在不断的浮现 而且这些灾难不光是说在比较热点的清零的城市 比如说 比如说郑州 比如河南和广东 不光是这两个地方 很多其他地方 当然像新疆这些地方 重灾区了 很多其他地方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不断的发生 被关的这些 被隔离的这些民众 和大白之间的这种冲突 而且这种冲突经常会发展 发展成就是动刀了 就会造成很多伤亡 除此之外 还有跳楼的 那几乎每天都看到相关新闻 还有更多的生活所迫 就是说吃不上饭了 还有很多就是要暴动的 就是说这个区怎么办 他们要出去 最后就把围团全部推倒 等等这种新闻越来越多 这表明很多人 他已经基本生活 他已经满足不了了 这是中国底层 所以中国底层 现在在中共的伟大新时代下 可以说是身不如死 可以说是水深火热 那中国的忠诚呢 中国忠诚就是庞大的中产阶级 忠诚当中最有代表性的 被称为高净值人士 高净值人士就是 你的财产在一千万以上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几百万以上的 这也是中国忠诚产也有很多 这种中产他最近遭遇了什么呢 咱们就撇开什么房地产的崩溃不谈 他们的那些所谓的资产 到底还值多少钱 撇开那个不谈 现在中共因为财政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中共的财政出了巨大问题 今年的财政赤字是去年的三倍 所以中共现在急需在财政上扩原 多征税 他看中的是哪一类人呢 就是中国的中产 所以这个出了这个叫做金税四期 从明年开始 他有个招标 这个招标是招 找一些软件公司 或者开发公司 来帮他实现一个纯粹的数字化的一个查税 因为其实他的系统都有了 他有的各种大数据 因为中国人其实都是透明的 都是裸奔的 你很多人你的消费 你走你的银行卡也好 支付宝微信支付 这些全是全在政府的面前 还有你的 他这个金税四期 也就是把你所有的 比如说你这种高收入高资产的人士 你们的所有的经济活动 全部关联起来 包括你的什么股票 你如果在公司里面有 你是什么股东 或者说你有些股权 甚至有红利 这样那样的权益 或者其他非工资的 其他的这种收益 你的那种灰色的收益 全部给你弄出来 而且把你的资产也给你 给你查得清清楚楚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看哪头猪肥了 他就在查摸底 哪头猪肥 哪头猪挨得住这个刀子 然后他就开始宰猪了 所以他这套系统下去 那中国改开之后 还有点钱的这些人 那等待你们将会是什么 很多人已经开始有点 有种非常紧迫感了 因为中国 因为这样的新闻 这些人就在不断的想出国 但是你出得了吗 下一个新闻就是 中共已经替你想好了 你现在想跑 那他就不准移民了 最近两天 他就是把这种 所有的移民机构开始整顿 然后不能够 你这些移民机构 移民公司 你不能搞业务了 或者说你搞的业务 我给你查个底朝天 然后你们要开展业务 各方面限制 不让你们开展业务 然后即使你这些人 买到机票 有了签证 你想出国 在机场还要被审核 机场再卡一把 它叫做非必要不出国 这一步就卡得很狠了 就是不让你逃了 关着门来杀猪 那可以说 中国的这些高收入人士 中产阶级 也是随身活着 他等待他们的 也没有一点好事 他不光是说 他的财产已经巨浮的缩水 甚至他们的房产 可能永远也卖不出去了 不光是这一点 而且他们过去 你挣了那么多钱 你的民意资产 你说你这房子值500万 你还值500万 虽然你根本就卖不出去 但是你还值500万 那500万 我们就要出新的税收 我们就各方面查你的税 然后你赶紧把相应的税款补齐 所以这部分人士明年将会非常糟糕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的高层人士 就是那些顶级的富豪 另外一个消息说 中国的前100位富豪 去年资产降 就最近一年 不是说去年 最近一年资产缩水40% 就比较起上一年 我们说中国的这种大富豪 顶层的这种前100位 他们基本上都是那些大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大股东等等 他们的这种财产 直接反映了 中国的经济运行的 大概的方向 因为他们的财产就直接关联中国的大公司 中国的这种宏观 经济宏观方面的这种动向 比如说如果房地产缩水了 那你这些房地产行业的这些富豪 肯定是极富缩水 如果经济活动极度萎缩 那你什么生活必需品 电商 这一类用户 这一类的大股东 老板 那自然而然资产是要急剧缩水的 所以虽然中共自己炮制了一个增长 它是今年 它虽然不能达到5.5%了 它3% 它也许能达到 在数字上 但是你能信这个数字吗 如果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了3% 它的前100位富豪 居然还缩水40% 因为这前100位富豪 直接他们关联了各行各业 只有他们自己的公司 在严重的缩水 业务下降 股价下跌 他们的资产才会缩水 还有说中国的马云马化腾 说是他们的资产 只有原来的一半 那这个代表是互联网 互联网这个原来说是淘宝 说是中国的 不是说淘宝电商吧 电商可是中国经济当中的 那个属于皇冠当中最亮的宝石 因为他怎么着 他垄断了中国大部分平民百姓的消费 现在他们的资产急速缩水 那说明老百姓的消费 已经不知道垮它什么样子了 所以双十一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 虽然他们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 但是公布了一些摩能两口的话 什么我们的销售额和去年持平等等的 那你信吗 现在老百姓还有什么消费能力啊 现在工作 你就算是有工作 你也没办法去上班啊 你被关在家里面 而且很多因为这种封禁 那公司破产的那还有补贴吗 政府给他们钱吗 公司给他们钱 公司也没钱给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消费 这个搞得很滑稽 所以呢 中国的前一百位富豪资产缩水40% 这个指标更接近于40% 也许中国的整体经济并没有缩水那么多 但实际上中国的整体经济绝对是大幅缩水 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了 绝对不是他的那个粉饰太平的那些数字 当然了 最后呢 他是会把私营经济逐渐的往国营经济里面去靠 他用国营的手段来兼并掉这些私营公司 然后呢 既然是国营的 他就什么数字都可以自己说了 他想增长多少就增长多少了 那个时候就 所以呢 然后中国的高层呢 中国的高层 你像马云马化腾这些 他也就是首先走是走不了 他们的公司呢 还还属于不断的被宰割当中 可以说是因为国进民退嘛 你们还有多少空间 你比如说这个中共想打击哪个行业 他就随时可以打击 他有他自己的原因 他用不着告诉你 他比如说现在打击的这么 你比如说打击的这些移民行业 你昨天还干得好好的 你合法的 你没有违法 但他明天就让你关门 你没有违法也让你关门 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在一个非民主的非法制的国家 这个是最大的风险 最后一个铜板已经没有了 那些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李嘉诚 那早多少年前就走了 所以留下来的这些人太贪了 当然了 这些人的财富也许跟中国就分不开干系的 但是你不说赚最后一个铜板的问题 你试试还能不能保病的问题了 现在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说是中国的电影 也是创下了奇葩 有几部电影 当然中国现在已经不引进什么国外的大骨头电影 老百姓的很快的回归到了文革当中那种 那种文化沙漠当中去了 然后拍的这些主角的电影 拍的这些就是没人看的这些电影 他的票房呢 有个电影的首发日当天只有两个人看 他的票房收入只有几十块 这个搞笑不搞笑 而全国在同期 比如说那个星期那个月 上映的电影也就是五六部七八部 也就是这么几部电影而已 即使如此 这些电影的票房简直是惨淡的 惨不忍睹 这表明什么 这表明第一个中国人自己不消费了 电影不去了 第二个表明 中国正在迅速的回归到那种文化沙漠的状态 也就是说他不让你正常的 你有很多话题可以拍的 他不让你正常创作了 他对这种 他扼杀掉你整个文艺 文艺也好 这方面艺术也好 这方面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经济的一个巨大的部分 他宁愿把你全部扼杀掉 这是一种非常凶险险恶的一种状态 要说这个共产党呢 把中国的各阶层的人都逼到墙角了 把中国各阶层的人都变得水深火热了 他还有多少人跟他是同路人 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他 还有就是说能够分一杯一杯羹 没有了 那这些人剩下还有什么办法 他把路都堵死了 你无论是下层中层 还是上层 你全部被控制住了 全部被边控了 怎么讲也好 你都出不去 你钱也出不去 你然后就等着宰割 那剩下来呢 共产党的信心增强 他们难道就不认为 这些人会团结起来 跟他死磕吗 你首先老百姓底层是会死磕的 因为底层现在没饭吃 他就只能这样了 所以呢 他对底层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他赶紧把这个清零要松一点点了 因为底层现在是生死问题了 那你中产了 你高层了 你们还在幻想 有一天你跟权贵还能够睡一张床 还能够从权贵那儿得到一些好处吗 你们实际上是要用自己的生命 你自己家人的生命 你说你的所有的前程 你再想贿赂或者换取一点利益而已 这值吗 你现在利益还有吗 你换取到利益 你还有吗 你有这个命去享受你这些财富吗 好 今天先说到 咱们下午再聊 拜拜